老王绝对不会想到 在这个平静的夜晚 死亡会突然降临 短短一瞬间 全家被凶手灭门 连11岁的小女儿都未能幸免 凶手到底是谁 又和老王到底什么仇什么怨 以至于下手如此残忍呢 公安局刑警队长保民 第一时间赶到案发现场 根据尸体分布方位 他断定案发室 老王和小女儿是刚从外边回到家 保民让技术人员勘察现场 然后亲自询问报案者 报案者是个大巴司机 和老王合伙做客运生意 老王的大女儿在车上卖票 早上司机来接老王大女儿时 发现了尸体 然后报警 保民问了大巴司机 昨晚的行动轨迹 并安排人去核查 然后保民又去走访邻居 邻居表示 昨晚他是九点多回的家 没听到老王家有什么动静 案发现场 除了老王一家的脚印外 还多了一个陌生人的脚印 很可能是凶手所留 另外技术人员还找到一个零食袋 怀疑是老王小女儿被害钱刚买的 于是保民就来到了村里小卖部 小卖部老板娘说 昨晚老王的确带着小女儿来过 主要是为了换零钱 顺便给小女儿买了袋零食 正是案发现场发现的那种 老板娘还提到 当时老王从口袋里掏出来一落钱 看上去有一两千 但由于他这零钱不够 所以只换了一张五十的 老王尸体上并未发现这笔钱 难道凶手是谋财害命吗 保民正思索时 公安局的警犬送到了 经过一番搜索 警犬跑进村民老刘家中 掉出了一只鞋 技术人员断定 这只鞋和案发现场的陌生人脚印相符 毫无疑问 这就是凶手作案时穿的鞋 保民立即抓住了老刘 鞋是在老刘家中发现 另一只就穿在老刘脚上 莫非老刘就是凶手 可惜经过审问证明 这只是个误会 鞋是老刘捡来的 他并非鞋子主人 而且案发时 老刘正在宴请宾客 没有作案时间 保民让技术人员 采集了老刘的脚印 然后只能将老刘放了 这时候负责核查 大巴司机行动轨迹的人 也有了结果 证明大巴司机没有说谎 他并不具备作案时间 这样大巴司机的嫌疑 也被排除了 保民专门从老王家 又去了小卖部一趟 计算需要时间10分钟左右 老板娘说过 老王是昨晚8点40道的小卖部 由此可以推定 案发时间应该是 昨晚8点50多 当晚 保民和队员们 汇总侦查情况 现场除了老王身上的钱外 凶手并未带走其他财物 技术人员通过脚印推断 凶手为男性 身高1米7以上 年龄35到45岁 负责走访的队员 也基本摸清了被害者老王的情况 老王是村里的牛人 做过很多生意 赚了不少钱 人际关系复杂 人品不好 老是欠债不还耍无赖 根据汇总情况 保民总结出 老王很可能是死于仇杀 于是 确定了下一步的侦查方向 是深挖老王的人际关系 重点调查和老王有过节的人 哼哼 警方通过走访 查到搞客运的老崔和老王 因为生意竞争产生了很大仇恨 老崔曾扬言要给老王放放下 队员们立刻找到老崔 老崔承认自己恨老王 说老王这人太霸道 做生意没底线总搞恶性竞争 但那冲击量是生意上的斗气 他最多会找几个人修理老王一对 不至于真下死守 老崔有确凿的案发时 不在场的证明 警员们一边喝茶 一边采集了老崔的脚印 以便进行足迹对比鉴定 另一对警员找到了怀疑对象 春生 春生曾和老王合伙做生意 结果赚到的钱 全被老王独吞了 春生曾说过要老王的狗命 不过春生说自己虽然恨老王 但不至于真的杀人 所谓杀人偿命 弄死老王那样的人渣 自己再搭上条命 不值得 警员们喝茶春生所说情况的同时 也同样采集了春生的脚印 进行痕迹比对 有人反映村民里松林 也和老王有仇怨 宝民立刻带人去找 李松林见到宝民就躲 一副做贼心虚的样子 凶手莫非是他 宝民轻松抓住了李松林 李松林怒骂老王是不要脸的老赖 因为老王借了他五百块钱 不但不还钱 还嚣张地把欠条撕了 李松林讨债无门 真想过找老王玩命 但李松林表示 那只是想想 自己没胆子真玩命 李松林有确凿的案发史 不在场的证明 不过他提供了一个新线索 那就是村民老臣 老王欠老臣的钱更多 也是赖账不还 保民让人给李松林 采集脚印 自己则马不停蹄去找老臣 保民找到老臣询问他 案发当晚的行动诡计 老臣说 那晚他一直在看电视 后来看着没意思 八点左右去了赵华家 当时老婆在赵华家打麻将 两人在赵华家待到半夜 才一起结伴回家 问起老王欠钱不还的是 老臣承认老王的确欠自己1600块钱 已经欠了多年 不过自己和老王关系很好 所以并不介意 这一点村里人都知道 保民又特意单独询问了老臣媳妇 结果老臣媳妇所说的情况 和老臣完全一致 保民又专门去赵华家 向赵华求证老臣夫妇所说的话 赵华同样表示 当晚老臣来自己家时是八点 然后一直待到半夜 两口子才一起离开 这样老臣就有了确凿的不在场证明 侧面走访也表明 老臣是村里有名的老实人 性格软弱 不过 保民仍给老臣进行了脚印采集 技术人员对采集到的脚印 全部进行了痕迹比对 结果没有一例和凶手 留在现场的脚印相扶 随后 保民和队员们又先后走访近千人 采集了八百多个脚印 全部进行了对比 仍未找到任何一个和凶手相扶的 一时间 案情侦破遇到了瓶颈 保民和队员们反复思索 感觉最可能是凶手的 仍是老崔春生 李松林 还有老臣这四人 四人和老王过节最大 作案动机最明显 那么究竟是四人中的谁呢 他又是如何制造不在场证明 又是如何骗过足迹鉴定的呢 这天保民在和村长闲聊时 意外收获一个新情况 老王这人不但人品差 而且生活作风也不正 村里很多人知道 老王和老臣媳妇一起开过房 这个新情况 让保民和队员们感觉振奋 如果赖账之仇还能忍 那么夺妻之恨呢 很明显老臣和老王的关系 并不像老臣所说的那么好 于是保民立刻安排警员们 兵分多路 一路去查老臣的人际关系 一路去查正落实 老王和老臣媳妇开房的事情 保民则把老臣媳妇 带回了派出所 直接询问他和老王的事情 老臣媳妇却很泼辣 食口否认和老王油然 还嚷嚷着 要把乱嚼舌头的人嘴巴撕了 虽然老臣媳妇死不承认 但去宾馆调查的队员 却证实了村里的传言 宾馆方面证明 老王和老臣媳妇的确去开过房 保民意识到 既然老臣媳妇在撒谎 那么老臣很可能也在说 他决定在仔细调查 案发当晚老臣的行动轨迹 特别是在时间上 要精确到一分一秒 与此同时 负责调查老臣人际关系的一路 也有了新的进展 一个渔民表示 老臣这人表面黏黏的 看上去很老实 但其实特别记仇 而且打架心狠手黑 曾有个叫二庆的人 也为鸡毛算皮的事 惹了老臣 事情过去了一年多 老臣突然在背后 用铁稿砸二庆 差点没把二庆打死 保民再次找到赵华 仔细询问 当晚老臣到底几点到他家 赵华仍笃定的说是八点 保民问你当时看过表吗 赵华说我还真看过 因为当时正好糊了一把 心里乐呵 就顺便看了下表 正好是九点 然后我就看到老臣 不知啥时候 站在了他媳妇背后 于是我就问他啥时来的 老臣说 他来了一个多钟头了 那不就是八点来的吗 听到这里 保民恍然大悟 原来赵华并不确定 老臣到底几点来的 他只是根据老臣的说法 自己推断出来的 保民又叫人去当时 参与打牌的 另外两个村民那里 何时情况 弄清楚老臣当晚 到底几点到的赵华家 结果很快就证明老臣是九点多才去的 保民再次来到老臣家 询问案发当晚他的行动轨迹 老臣仍坚持原来的说法 说自己一晚上都在看电视 看到八点多去了赵华家 保民问看的哪个台 哪部电视剧 第几集 面对所有问题 老臣全都对答如流 看不出一丝慌张 一副不做亏心事 不怕鬼敲门的坦然样子 老臣的女儿被单独请到了派出所 也为案发当晚 老臣女儿在家做作业 面对警方的询问 老臣女儿的回答 和老臣所说的如出一辙 对比这一家三口的证词 保民觉得他们的口径太过一致 很有提前创供的可能 保民和队员们汇总情况 觉得老臣就是凶手这件事 已经非常明晰 不过这是个狡猾的对手 如果没有确凿的证据 很难让他认罪 最后决定再次给老臣采集脚印 重新进行足迹对比 这一次技术人员 让老臣换上大小不同的鞋子 最后还要他光着脚 在泥土上走路 采集所有脚印 这样即便老臣 有意改变步态特征 也再难藏住狐狸尾巴 老臣以凶手嫌疑人身份 被正式抓捕 面对警方审讯 老臣泰然自若 不断强调自己是无辜的 警方是无辜乱抓人 保民说 我们已经从赵华等人那里 确定你当晚是九点 才到的赵华家 所以你之前提供的 不在场证明 全都靠不住 老臣对此不为所动说 那又怎样 那也不能说明 我和杀人有关系 保民说 我们已经去电视台 调阅了案发当晚的节目信息 证明当晚并没有播出 你所说的电视剧 所以你一直都在说谎 哪知道谎言被揭穿 老臣却依然满脸淡定 说我可能记错了剧名 这也说明不了 我和杀人有关系吧 见老臣如此顽固 保民冷冷一笑 抛出了最关键的证据 通过第二次足迹比对 技术人员已经确定 你的脚印特征 和现场凶手留下的 完全一致 你就是凶手 听到这些老臣脸色微变 但仍拒不承认自己杀人 没想到这个看起来老实巴交的人 竟如此顽固 保民只好转变思路 动之以情 小之以理 说老王虽然和你有赖账之仇 又有夺妻之恨 但那只是他个人可恶 老王的家人是无辜的 特别是11岁的小女孩 究竟有什么错 要遭如此毒手 听到这番话 老臣终于垂下了头 罪恶感终于让他不再顽抗 他脸色暗淡地说 现在回想起那晚的事 我还觉得可怕 原来案发当天的老臣 再次找老王追讨欠款 谁知老王不但不还钱 还羞辱老臣做人窝囊 还不如他媳妇 更让老臣难以忍受的是 老王睡了自己媳妇 还说自己媳妇是倒贴他的 被老王羞辱后 老臣回到家越想越起 就揣了把斧头再次去老王家 老王正好和小女儿买东西回来 老臣再次提出还钱的事 老王仍旧满脸嚣张 羞辱老臣一顿后 让老臣立刻滚蛋 那一刻热血上涌 愤怒犹如绝地的洪水 再也无法压抑 老臣从怀里掏出斧头 从背后一斧子就砍倒了老王 小女儿见状大惊 一边叫着一边往屋里冲 老臣追上去一斧子 将小女儿砸死 然后冲进屋内 砸死了正在睡觉的大女儿 又冲进大卧室 当时老王妻子正在看电视 老臣毫不犹豫地上去一顿乱砍 杀完人后 老臣从老王尸体上 搜出所有的钱 然后跑出了老王家 将鞋子藏在村头的柴堆下 然后回家跟女儿说了 自己杀死老王的事 并把钱交给女儿藏好 女儿虽然惊慌 但还是听从了老臣的安排 随后 老臣就去了赵华家 装作没事人似的 看老婆和赵华等人打麻将 当赵华注意到他 问他啥是来的 老臣就顺口说 已经来了一个多钟头了 案件终于清晰 真相终于大白 老王横行霸道欠债不还 最后付出了全家 被灭口的惨痛代价 而被愤怒冲昏理智的老臣 也要为自己的残忍罪行买单 包括老臣的妻子女儿 都要因为包庇罪 而受到惩罚 可见做人一定要低调厚道 如果遭遇不公 也要时刻保持冷静克制 万万不能让愤怒冲昏头呢